都说海南北方的老人多 你知道海南哪里的东北老人最多吗 我想大家第一个地方肯定是要说三亚 我觉得三亚的东北老人并不算特别多 要说最多的地方那一定是乐东的九所镇 我相信来到海南游玩的年轻人 肯定没有听说过九所镇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呢可以说是北方老人的专属聚集地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90%的都是老年人 这个密集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在马路上你几乎看不到他们当地人 大家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密度就宛如回到了东北 这里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的东北老人呢 就是因为这里的性价比 九所镇这个地方气候温度和三亚是一致的 但是这里比三亚好的一点就是租房和消费都非常便宜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 特意的体验一下这里的农村自建房 价格是真的便宜 一天只需60块 而且他们还提供包吃包住的服务 一个月仅需一千八 很多的老年人都会选择在这里包吃包住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 只是农村的自建房呢 每天被吵醒的都是鸡鸣狗叫之声 住宿环境就跟在村里其实没啥太大的差别 毕竟是一个小镇嘛 跟那种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比 还是有挺大的差距 好在一点就是这里物价便宜 这里购物还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九所镇周边都是一些农田这里的果蔬都是很廉价的 大家可能想在大城市吃到莲物都是十几块一斤 而在这里就是白菜价几块钱就能买到一斤 而且这里的北方人多嘛 到了菜市场就能看到一条街全是卖北方的特色美食 比如说什么哈尔滨红肠 东北熏酱等等 反正我是在九所待了两天真的是不想走了 不是这里的环境有多优美 而是说这里真的符合我的胃口 如果大家想要来到九所镇呢 我并不推荐大家来到这个镇里 而是住在边上那个叫做龙木湾的地方 环境什么的比这里好很多 房价也并没有贵多少 只是购物会有些远 我们 luxurious生活 是不Fi的 那这是什么